4月25号,米尼锦紧急召开了记者会 而这场记者会,因为出现了非常多脏话评语和很多人的真谜 被称为是韩国娱乐圈史上前所未有的记者会 所以今天就按照时间顺序整理了一下 因为这整理了两个多小时的内容非常长 如果有漏掉的部分,希望大家能用留言补充一下 首先在看记者会内容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米尼锦紧急召开记者会的背景 4月14号,海浦控告了米尼锦和副代表Amo 这位副代表是具有工人会计士的背景 曾在海浦的财务部门工作,后来转职至Odo 海浦在监察过程中,在副代表的电子邮件和电脑中 发现到名为专案1945的文件 文件内容细分为民事诉讼、舆论站等小标题 海浦表示,这是企图夺取经营圈的计划 海浦将1945这一数字解释为米尼锦的独立 然后就是卡托群聊 副代表留言也有这种方法 然后说了很多让Odo变成空壳后 迫使海浦卖掉Odo的内容 对此,米尼锦回复了Tabok 海浦在24号控告了米尼锦和副代表 而在当天的记者会上 米尼锦戴着帽子穿着舒适的服装出现 对于大量的闪光灯显得有些负担 他向记者们说 很抱歉,我想诚实地表达我的感受 事实上,我不是名人 听到照相机的快门声让我感到不舒服 我认为重要的应该是我所说的话 如果你们继续拍照,我就说不出话来 在记者们关闭闪光灯后 米尼锦表示 我不幸地被卷入了多起争议 这与女精死新专辑的发行时间不巧重叠 本来打算再稍微整理一下 有关女精死专辑的事情后再做出解释 对我来说,这是一件突然的事情 监察,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事情是从星期一突然开始进行的 在讲述真相之前 我首要的任务是打破大家对我先入为主的看法 我已经被当做女巫了 我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告诉大家什么是真相 因为我与海武看待问题的角度似乎非常不同 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说的是对的 我要告诉大家还有其他的角度 因为您可能不知道 我的罪名还没有确定 我认为我是无罪 但之所以之前没有举行此类记者会或接受采访 是因为我想专注于女精死 我确实预料到会有人想要弄死我 但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 我要说的是情况并不简单 在这么多疑问中保持沉默是件奇怪的事 所以在匆忙中不得不决定举行记者会 明尼金解释了他从SN娱乐辞职 转而加入BigHit的过程 他表示,我作为CBO加入了BigHit 我从未计划诱导或实行夺取精英权 我后期为什么要将闲聊包装成严肃的对话 进而用来诽谤我 我反而觉得是Hype背叛了我 我感觉他们利用我倒不能再利用 吸取我所有的价值后 就以你不听我们的话吗?来压制我 这完全是一个早已设定的局 我反过来想问 见过像女精死这样 在30年行业历史中创下的成就吗? 换个角度来想 就这样压制一个有能力的代表 难道不是肚子醉吗? 当我离开SM时有过很多谣言 像是我是否背叛了SM 向Hype要求更多的钱等 我是一个特殊的人 我对工作很执着 谈到离开SM的契机 以素曼从我很年轻时就特别看好我 也给了我很多机会 尽管工作困境 我也一直忍耐着 无法轻言辞职 然而随着以素曼先生年纪的增长 他也发生了变化 这些方面我感到失望 觉得这不适合我 如果不喜欢寺庙 那就应该是和尚离开 虽然有人提议我成为SM的代表 但我没有那个目的 觉得不适合就决定离开 作为一个长期在娱乐业 感到痛苦的人 我曾想是否该离开这个行业 但辞职两天后 有人连续我说 有位先生非常想见我 我很后期就去见了那位 他是庞希尔会长 庞希尔说 忘掉SM来建设明尼进的世界吧 我觉得如果我们一起工作 会有协同效应 他请我重新塑造BigHit的品牌 并一起创建女团 庞希尔常像口头禅一样的说 对女团没有自信 他非常依赖我 说如果BigHit的一半 加上明尼进的创意一半 粉丝们肯定会有所回应 那时候是在收购Source Music之前 庞希尔作为制作人在BigHit 而我进入公司担任CBO 庞希尔的提议是 由于BigHit拥有众多BTS的女性粉丝 如果推出女团 可能会产生自相矛盾的情况 所以应该创建一个女性厂牌 他计划收购Source Music 让我们可以迅速利用那里的练习生 来组建新团 我一开始是拒绝的 但这是我的首次转职 我想要尽量配合 我是那种必须从头到尾亲自做完 才满意的人 但我还是想尽量配合 老师说 如果我贪图金钱 我会用我自己的投资金去做 但我加入公司 是因为它有一定的基础设施 和稳定的组织结构 这让我觉得更安心 如果我自己开公司 无可避免的会面临财政困难 我不想那样工作 我的最终目标不是赚很多钱 而是想实现我的梦想 但我们的意见不太一致 庞希尔想要做得像Billy Eilish那样 但我对此不太确定 明天金表示 Source Magic有女团有的亲骨 但该团的解散与我完全无关 我对别人不感兴趣 公司是去工作的地方 不是去交朋友的地方 我不参加公司聚餐 也不打高尔夫 我不是一个喜欢娱乐的人 在Source Magic的女练习生中 能选出来的只有明吉 其他练习生 要么需要更多的培训 要么年龄较大 要么与我不合拍 我觉得用明吉可以做点什么 我非常重视品牌建设 所以我把自己的名字明吉挂上去 并且认为BeHit的志愿加上我的名字 这样的组合肯定会引起人们的后期 因此我对征选赛进行了品牌化 事实上 对征选赛进行品牌化是很少见的 通常都是利用前辈的名气 或公司的名字来吸引人加入 但我们没有前辈 我不得不自己来进行品牌化 就这样挑出来的成员是Honey 我还需要挑选其他成员 但没有合适的人选 因此我利用 Hive的第一个女团这一标题来挑选 最后选择了Tania Hedin和Heyn 在这种情况下 我负责创意部分并拥有主导权 我思考如何利用Nugens的成员来创新 但是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 我和Panxia之间的意见分歧加大了 Hive真的应该反省 我愤怒的理由是 在2021年6月到7月左右 当时刚从一家游戏公司来到Pakkin网 刚上任不久 为了适应这个不成熟的组织 我曾友好相待 有一天几晚想见我 我就和Sosmit的代表安排了会议室 他通知我说 那时候我骂了脏话 你们不是卖了我的名字 说是明尼级女团吗 Nugens也是看了明尼级女团才加入的 黑银的母亲甚至说过 黑银很受欢迎 如果是Sosmit就不会加入 我之前甚至不知道 他们要Sakora和Kim Chiawan加入 都不说一声 就说要先推出的Serapi 我非常生气就说了 我要辞职了 我不能和这些无赖一起工作 结果他们留住了我 我说这像话吗 要如何向父母们解释 公司做的对吗 不过他们似乎很轻率地看待这件事 但出道有其适当的年龄和实际 当时因为黑银没有给父母们任何理解或道歉 所以父母们都感到不满 如果我离开丢下这些孩子 我不也变成了坏人吗 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但是即使是使用我提供的音乐 和我给的舞蹈指导去进行练习 黑银仍然不让我见那些孩子们 担心我会带走他们 我认为制作额朵对孩子们也是有好处的 但是彭西奥说 除非他们持有100%的股份 否则不会将孩子们交给我 做思念机也要求他们的股份 所以还不给了他们20亿韩元的补偿 然后卖给了我 制作额朵的过程中 已经有了三个月的争论 如果再争论股份的话 可能会花上超过六个月的时间 但我觉得实际很重要 于是同意100%的股份 并带来了孩子们 其实我不太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这个过程中 几文扮演了乔娘的角色 我非常不喜欢股份纠纷 在我参加YouKids并说出 好像刚生了一个孩子一样 并不是耍嘴皮 当时就像是有人剃了我的肚子一样 感受到了惨痛 孩子们可能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对孩子们跨腰这些也觉得很恶心 因为我是成年人 所以我告诉了母亲们 因为他们对说死汗还有很多不满 但令人惊讶的是 当时几万要我在里斯尔平出道之前 先不要做宣传 他说应该让人以为是米尼锦女团一样 这像话吗 太无赖了 我不是已经接受了孩子们吗 我不能放弃 所以我想就算你们阻扰 我也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得很好 于是我进行了三四个月的抵制 然后米尼锦公开了 与庞西尔和帕吉文CEO的 卡卡托对话内容 在公开的卡托能看到 2021年12月 庞西尔发送了 可以踩踏ESPA吧 米尼锦只是回复 哈哈 米尼锦表示 因为太傻眼 所以说了 哈哈 米尼锦也公开了 在牛金斯首次登上 Piribu的主要单曲榜 哈摆之后 与庞西尔的聊天记录 庞西尔留言问道 您快乐吗 米尼锦回答 为什么问理所当然的事情 米尼锦表示 牛金斯刚出道时 庞西尔甚至没有表示祝贺 也没有任何交流 等到牛金斯登上哈摆之后 他才祝贺 接着问我 您快乐吗 这让我感到困惑 不明白他为何提出这个问题 米尼锦还指出 大家也许已经注意到 他比我的态度 与我刚入职时大不相同 这反映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已经产生了深刻的裂痕 在海浦工作时 一天也没有舒服的日子 每天都是争吵 非常不寻常 这是对一个人 应该做的事情吗 我想问问 为什么要赶我离开 在这个记者会之前 海浦发布了新网稿 表示米尼锦 已经接受了一位女巫师的指导 以完成人事招聘 等重要的公司管理事项 特别是在对话内容中 还提到了膀胎酸胆成员的兵役问题 当米尼锦问道 PTS会去当兵吗 还是不去时 女巫师回答 他们会去 然后米尼锦又说 我觉得让膀胎酸胆去当兵 对我更有好处 所以让他们去吧 这时女巫师说 我会让他们去的 又不是拿到金盘 说出了暗示着周术行为的发言 米尼锦又说 他们不在的话 会对我更有利 对此米尼锦解释道 从未有过什么周术经营 问PTS会不会当兵 是以母亲的心情 一心只为我的孩子着想的时候 海捕一直做了令人讨厌的事情 PTS不是王牌吗 他们不在时活动宣传 就是母亲一样的心 我会提起诉讼 巫师只是我的朋友 我不会去找他占卜 因为海捕我去了心理咨询 但即使去了也没有解脱 他们应该常常去占卜 因为他们自己更相信那些 所以才说我那样 对于射击企图抢夺经营权的内部文件 米尼锦表示 我们不是轻率对待这件事 而是实际上也很轻 我需要与海捕进行谈判 有时我们会很严肃 有时候又会轻松一点 情绪也会有所波动 当我对海捕的情绪不好时 就会想早点离开海捕吧 当一切都好时就会考虑 这样的方法怎么样 怎么能用这样的对话记录 我看起来像那种人吗 我们的副代表有个习惯是写笔记 他也知道我因为海捕而烦恼 我们为什么会想象这样的事情呢 是因为我和海捕有个奇怪的股份合约 我被牢牢竖驳着无法出售 我所持有的施啪啪 被绑在奴隶班的合约中 我被困在海捕里 永远无法摆脱 当时与海捕签订合约 合同中的数益 我并没有很好的掌握 这些事让我感到困惑 所以我向原本是朋友的朋友询问 于是那位朋友介绍我去了 失踪律师事务所 但他们将此定义为 我接受了外国顾问公司的建议 我想问Hyper 我是向哪家外国顾问公司咨询的 由于这份合约 我永远无法摆脱Hyper 再加上艾里抄据女精子出来 我在想他们是不是在故意 要置我于死地 MiniGen也批评了Hyper的草新闻 什么是奥迪国家财富基金 那只是我们想象的事情而已 因此从我的角度来看 这是多么滑稽可笑 狗大叔们卑鄙地将聊天内容截图后公开了 因此我不想一一回应 太幼稚了 我是一个非常注重名誉的人 他们知道所以才会那样 坐在MiniGen旁边的律师 对Project1945表示 这不是什么对话 是副代表个人做的笔记 从今年年初开始 我们一直在重新谈判 但进转不顺利 谈判不顺利的时刻 人们会有许多想法 就是包含了多种想法的个人笔记而已 另一位律师表示 比喻来说 就像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 和有能力的女人相约后结婚 生下了漂亮的孩子 并一起抚养 而现在漂亮的孩子即将面临高考 但由于彼此的能力都非常好 因此也存在着一些冲突 但突然之间 男人送来了一封离婚诉讼书 而且这份离婚诉讼书已经被公开 女精死没有靠卖写真卡和推销 就达到了现在的成就 MiniGen借此批评了娱乐业界 在专辑中随即插入写真卡的销售手法和推销方式 有人说女精死虽然不做小卡 但还是会做随机专辑 如果一张专辑里包含所有艺人的照片 那CD就成了百克全数 专辑的价格从20年前到现在都一样 没有上涨 如果按百克全数的价格收费 谁会买呢 成员们的人气就会被比较 我们说过不要用卑鄙的方式去卖 我们最大的努力是思考 用内容去竞争 这才是责任感 艺人也非常辛苦 他们需要不断举办粉丝签名会 女精死也继续要求举办签名会 我认为这是对的 所以我从女精死开始尝试 我想要证明 即使没有刷小聪明也能成功 我觉得庞西尔应该放手 毕竟他是议长 他应全面考虑各方面 但如果议长在 奥多普雷迪斯 库吉 比利普雷等 厂牌主导的话 其他人自然就会顺从 其他厂牌的人也会想要讨好议长 这是人之长期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必须最高决策者领导前线 这样才能确保厂牌之间的 自主竞争和健康成长 然而目前的最高精英层 已预设了首要和次要的地位 我们希望他们能考虑到健康的建议 不应该有抄袭 如果有抄袭 应该由总裁提出指控 坦白说 我以为他们要毁灭尼俊斯 我们的独特性不是被他们拿去了吗 在外部抄袭就很上火了 在内部抄袭会更上火 但比利普雷的选秀海报 和尼俊斯的选秀海报 是一模一样的 之前从未有过在宫殿里 穿着韩服进行拍摄的先列 然而尼俊斯进行了两次后 艾莉也照样做了 看了之后根本分辨不出来 另外 虾尿尔的广告 也不是由海谷安排的 我们在首次演出之前 就已在虾尿尔的舞台上亮相 并获得了良好的反响 这次艾莉在首次表演之前 也先做了广告 这难道不是刻意吗 而且我还想问 为什么要使用我们的舞蹈动作 我们的舞者们 因为没有被同意 就被使用而生气了 就像是还不想要掌握一切一样 不指责这个部分的 才不是叛徒吗 这对谁有好处呢 这是会毁了艾莉的事情 我不是在贬低艾莉 他们没有错 问题是在于大人 我之所以提出艾莉的抄袭问题 这理由是 每个人都可以是惩罚 但严重的是 他们彻底模仿了整个制作公式 如果这样 为什么要创立多个产牌 为什么不彰显各自的个性 我讨厌的是 当有人轻易的模仿他人 并取得成功时 那些无法模仿的人 就会感到挫败 如果大家都在模仿 最终每个人都会变成女进斯 这将会破坏整个行业 这怎么可能是对股东有益的行为呢 我认为这些问题需要被改进 我们需要逐一进行改变 为什么我们要因为海布尔遭受损失 从耳朵的立场来看 我们正想以业务妨碍提起诉讼 他们声称我没有提交电脑 但所提的日期根本是谎言 我实际上是从昨天才收到请求 然而在那之前 相关的新闻报道已经发布了 接着明年金表示 大家可能无法想象 女进斯和我之间的关系 超过你们的想象 这些孩子多么善良 多么可爱 我每天都收到他们发来的我爱你 汉尼曾说 代表你一定很辛苦吧 我去你那里吧 黑林通常不怎么说话 她有点像吗 但有一次半夜 她突然给我发来视讯通话 说她本想发短信 但说不出话来 只想听听我的声音 我甚至想过 这就是养育孩子的感觉吧 黑林则是哭了整整20分钟 她说她感激的事情太多 很遗憾在我困难时 没能帮到我 母亲们也曾请求 还有不要让我这么辛苦 然而新闻报道 都是以女进斯的名字发布 这真的是为了女进斯吗 在最后被记者问到 未来计划时 明年金表示 这不是我引起的 所以我不太清楚 对我来说 女进斯才是重要的 我没有夺取经营圈的意愿 即使上面的主人变了也无所谓 这不是我的所作所为 现在的情况很困难 我也非常疲惫 我对夺取经营圈没有兴趣 我希望他们能反思 只要是为了女进斯 我还是愿意合作 我这样做不是因为我很了不起 也不是因为想拥有孩子们 最让我生气的是 之后还有东京巨蛋的活动 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但他们却拿走了我的电脑 这个问题应该去问海埔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当被问及 如果彭向提出对话 是否愿意接受时 他回答 我会接受的 如果他一开始就提出对话 我当然会同意 但是在记者会之后 排骨官方发出立场声明 今天民警代表在记者会上的发言 包含了许多不实之处 多到难以一一列举 民警代表以混淆时间顺序的方式误导论点 并通过其特有的扭曲解释机制 公众场合发表了失真的事实 我们可以用证据反驳所有的主张 但认为这些回应没有必要一一提及 不过对于媒体询问中 需要明确回答的基因相关事实 我们将诚实地做出回应 民警代表应停止关于 未曾提出对话 和未回应电邮等不实陈述 并按照要求返还信息资产 迅速配合监察 他已经通过自身行为 证明不适合担任管理者 因此我们敦促他 为了Odoor的正常经营 尽快辞职 最后持续提及艺人及其家长 会损害艺人的价值 请停止这种行为 在这个前所未有的记者会之后 韩网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虽然民警提起 牛精死以及部分部分有错误的地方 还是收到了很多指责 但是出现了很多 透过记者会能看出 民警对牛精死是真心的 看得出还不旁戏 要很狡猾等等的反应 原本几乎一面倒的反应 现在大约变成了5比5 甚至在女性用户比较多的网站 支持民警的人超过了一半以上 最后因为这个记者会的内容很长 各个部分韩网的反应 有着明显的不同 需要详细整理一下 所以关于记者会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会在下一支影片给大家整理一下的 所以对于民警的记者会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